圣经三分钟 耶稣的领导力第六集 领袖的成长 领袖是天生的吗 我个人答案是肯定的 领袖的领导力也是天生的吗 我还是认为是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后天的环境当中 对领袖进行培育 培养训练造就呢 我相信 用训练或者引导来界定 可能更好一点 无论是谁 领导的能力的成长 是需要各种环境的训练 引导跟历练的 比如说伟大的新加坡的国父 李光耀就是在不断的艰难环境当中 锻造成为一代巨人的 所以我坚信环境社会 这个大龙奴比学校 比课室更容易造就 领导的能力跟生命 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作为全世界历史历代最伟大的领袖 他的领导力是否也经过社会环境的历念呢 我的答案还是肯定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耶稣被圣灵所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导旷野 40天受魔鬼的试探 在这旷野当中的40天 对这个伟大的领导者的生命的塑造 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跟路加都继续了 耶稣在这里传道之前 有这样一段艰难的日子 在旷野 他一个人孤独的 艰辛的 面对饥饿 面对环境的逼迫 甚至疲乏 软弱 各种适当的挑战 这都是他远离人群 食物 各种声音的时刻 而这种圣灵引导耶稣的时刻 就是他生命锻造的时刻 那么在旷野中 经历了耶稣今后的领导生涯 将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第一就是 他作为一个带领的人 首先要面对自己内心的世界 克服自己内心的软弱 挣扎 第二 这个纪律的重要 就是特别是 作为一个属灵的原则 对一个人的限制 第三 就是不能够在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怎么样学习单单仰望主 仰望神 第四 就是在旷野 可以听到任何别人平时听不到 别人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第五 就是不再以为可以自给自足的 去自我提升 反而可以增强他的使命感 来等候神的带领 这就是旷野预备了耶稣 可以承担领袖的使命 而这些操练 是领袖只有旷野 才能够经历到的 体会到的 今天我们的领袖 好像什么都不缺乏 但实际上 我们缺乏了这种旷野的精力 这就是不同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